吉安湘公所10号上午也特别会同了第九河川分属 前往了荣光抽水站 来视察机组运作情形 希望可以提升各单位横向联系的应变能力 中央气象局发布小犬台风海上及陆上警报 迎封面的东半部在10号也出现了强风与长浪 为了严防吉安水的可能 水利数第九河川分属与吉安湘公所 也特别前往荣光抽水站视察防汛准备作业 要确保吉祖正常能发挥防灾功能 在我们的冲水站必须要承担起整个雨灾 跟风灾来临之后的一个激烟水问题 除此之外呢 因为我们的荣光社区更是长期以来 面临到我们的太平洋最近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也是一边水地区 在这里同时也来开启 对于这个区块环块的安全的检视 防汛前的一个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 大家常常讲说多一分准备 以后可能就少一分灾害 那也是希望说我们各个乡亲 各位乡亲能够平常就做好 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 我想这样是大家一起来 同性协议的情况下 一定能够把这样的台风 可能带来的灾害 把它降低到最少 做好防台准备 既然湘公所不敢马虎 乡长游淑珍表示 唯有中央地方协力 落实纵向与横向的沟通 才能完善防灾工作 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许立琴吉安相报道